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嘟嘟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 一个女孩拥有降妖伏魔的能力 却伤了好妖,救了坏人的故事 鬼之道 这天,钟离看着外面热闹的街道 忍不住想要出去逛 但是她的哥哥却不让她出门 于是她趁着哥哥睡午觉的时间 趁着家里的小宠物递江 偷偷溜了出去 她左看看,右看看 突然发现街上有一个妖怪 鬼鬼碎碎的,背着一袋子金元宝 钟离上去就是一顿胖揍 然后还把妖怪吃到了肚子里 此时,在一个巷子口 一个面目猥琐的男人 正用唐葫芦引诱着一个小男孩 男孩刚准备伸手去尖 没想到,就突然出现了一个 长着脚的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不仅抢走了唐葫芦 她把男孩推倒在了地上 然后牵着男人的手 悠哉悠哉地往巷子深处走去 这个时候,钟离刚好经过这里 她一眼就看出来 那女孩是个妖怪 于是赶紧追了上去 当她喊住两人时 女孩也露出了原形 而且好像还法力不浅 钟离一着急 把地浆丢了过去 正好砸中了女孩的头 她也开始占据上风 女孩大声喊道 你会后悔的 但是钟离却不管不顾 直接把女孩冲进了肚子里 刚刚那个猥琐的男人 但是直接被吓跑了 收拾完妖怪 天已经快要黑了 但是钟离的心情却越发的好 于是她带着地浆出城去遛弯 走到城外一所小房子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个男孩的提呼声 钟离赶紧踩着地浆的背 到窗户上查看 没想到 她白天救下的那个男人 竟然是一个人贩子 钟离瞬间感觉世界都要崩塌了 原来白天被她吃掉的妖怪女孩 是在救这个男孩 原来这个世界上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好人 也不是所有的鬼都是坏鬼 钟离忍不住 看她地上痛哭流泣 那个人贩子居然还跑出来讥讽 接着 钟离在怒火中 爆发出太阳一般的光芒 把人贩子瞬间化为灰烬 这时 钟禧来到了钟离的身后 钟离忍不住哭进哥哥的怀中 她流出的一滴泪水 激落在地上 长出了一朵小花 那朵小花里面 包裹着那个好心的小妖怪 很多人总喜欢用眼睛去看事物 但眼见不一定为时 所以 大家千万不要被自己的眼睛蒙骗了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